放到冰箱里面去了 就是这样 所以李英雄先生 开始吃一个早餐吧 所以我们觉得 已经释出很大的战利 没有缺点才考虑 要不要再启用盒子 李英雄发话说的 酸溜溜 说是释出最大生意 毕竟和盒子争议 自己的栏目会 人员都都不拢 李庆华黄昭炫口 对决马江两人 直接抛出平坚核四 国民党干脆决议 日后核四运转问题 同意交给全民公投定案 他们根本就是在玩两面手法 如果公投的门槛不降的话 根本公投就是假的议题 每一个步骤 加起来都是一个大的一个骗数 即使态度放软 但降低公投门槛每个步 国民党使出脱口自决 被抢向百名诈骗集团 再说马政府想明平政治风暴 还得过这一关 三年耗资两千八百多亿的核四 厂 即使封存一年还得花上 一二十亿公币 先把他封存 多花了七百亿的一个费用 财政上是沉重的一只不但 国民党眼前这一关核四引爆弹 先拆了再说 但公投门槛不降 核四将军局 莱茵口中的最大让步 19世事无言的结局 森林信物训维为五百七台北报道 所以会本就要讲核四让步是骗人的 马19世根本就都没有让步嘛 不过今天早上啊 我们看到他们马书会 那报纸标题是怎么下的呢 他说鬼打墙八十五分钟 马书会成为斗嘴大会 这个可好玩啊 徐老师还会变成这样 总统 全台湾最有权力的人 现在处理这么重大的问题 八十五分钟花在做什么 斗在野党主席 在野党主席不是立委 不是县市长 什么公职都没有 带个方案来说 四分之一门槛可不可以 好好谈这个问题 总统不愿意处理 八十五分钟 徐老师 我觉得马中在 发泄他的怒气啊 然后跟所有的国民党讲 现在就是鹰派了 现在就是斗下去 他发现他的怒气 害一家阿巴基摔下来啊 对啊 你说厉不厉害 公立厉不厉害 其实是我的意思是说 所有今天报纸的头条 都说啊 政府让步哦 马总统用八十五分钟 把所有头条全部打 一个耳光 没有 没有让步 你今天看他的嘴脸 有让步吗 有关心李英雄的事情吗 有关心台湾七成反核的民意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再讲什么封存 再讲什么 我觉得这都是谎话啦 这个总统从头到尾 不在乎这些事情 所以你现在就知道 他到底李英雄那边去 那张卡片是什么东西 那张卡片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文宣啦 就是跟你讲 我的立场 林立雄是生命危急 他还去发文宣喔 对啊 他觉得他文宣不够 那张文宣还抢了报纸的版面 还抢了电视的版面 收视力全高 我这样讲 太厉害了 他是踩在绝食的林英雄身上 来做这个文宣 那你现在踩在苏仁昌的脸上 来做这个 85分钟鬼打响 联合报 联合晚报 支持他吧 连晚都觉得 总统在鬼打响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无权利的人鬼打响 浪费时间就算了 他是最有权利的总统 郭总统 那总统在鬼打响 也不是啊 所以你刚刚讲说 总统讲得不错 可是联合报就不承认了 联合报说他在鬼打响 要怎么办 就辩论上来讲 讲得不错啦 但是那不是辩论嘛 这个就看起来 有点像福茂的感觉啦 福茂的感觉 他感冒了吗 他得了情有感冒 不然为什么要吃福茂 福茂前阵子不是 王院长一直就马上讲说 那就是所谓先立法在协商嘛 但是总统还是坚持 就是两者并行嘛 但那明明知道我们其实 要这样子的病情是很难啦 最后现在是怎么样 所以就全部卡住嘛 全部卡住 现在我刚刚讲说 昨天那个党团大会是 党团成员 一部分成员的一个建议啦 虽然但是你今天所有的报纸 要把它列为头摆说 就是国民党态度 我也没办法 你的意思说 报纸的这个把它写成国民党 它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那只是不对嘛 不对 林立方其实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至少帮 就是说帮这一局 这么危急的情况之下 我们想个办法帮他解套 好 那这是我们的建议 我在联系的时候 他特别跟我讲嘛 那至于上面他怎么 就是我们兵之计就对了 我没有这样讲 至于上 你没有这样讲 但是 马总统说那个是 国民党党团的决议喔 对 马总统在说话 不是 党的决议是 今天总统 今天总统一直讲 国民党的决议如何 决议我们赞成怎样怎样 这不是不大 国民党的决议 他想把他赞成 我就不知道啦 赞成 我不知道 但是 林范围有讲说 那至于上层 他在增加减少什么 那我们还是尊重上层 所以 换句话讲 所以马总统说话 国民也认为这个标题是不对的 不完了是不对的啊 应该是缓兵之计啊 太武断 太武断 这个标题太武断 太武断 有啊 没关系啊 10点的时候 马总统又赏了 这些报纸头版 哇 我觉得 今天大家本来以为 事情有转机 那本来想说 如果党团也放软 今天马总统 如果跟苏贞显见面 可以更进一步 其实 可不可以跟苏贞显主席 牵牵起手来 说我们好好解决这问题 我们先去看你一些 他有尽到解决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只是在斗苏贞显 斗给全台湾老百姓 你看 有心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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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 你看到他随便有吗 不是啦 问题是 他真是那些 他觉得不能让步啊 不能让步啊 所以马政府让步的这一个错误了 还是有让步不是没有 我刚刚特别强调 你不是说让步让步断吗 经济部长跟原委委组委都说要放燃料 然后是运转之后 安检也是要经过这个程序哦 对对对本来是要 那现在他 那那副院长讲说不要 就是不要运转 说他安检先做 不要运转什么安检 我不晓得 拜托欸 贺教授 贺教授看他 教授 我们不是说 一家餐厅要开一张也要试卖嘛 对不对 车子也要试开嘛 对不对 他这样子 所以他的安检又是假的 又是骗我们的咯 我来讲一个实话 全天下最怕最怕核心运转是谁 谁 台电嘛 还没有运转啊 这边湿火那边淹水 这边抓起来 关那边被弹劾被纠正 一运转还得了 现在只是冰山一脚 一运转啊 至少一百个人送手 送进大牢了 真的 你看着吧 而且你看每次拖延战术 核四拖了六次吧 从半年到三年不等 每拖一次退休一批官员 没有一个核电官员 希望在他任内运转 所以安安心心的退休 领退休 移民到国外去 你说赶快拉跑就对了 对啊 谁也不愿意接最后一半当最后一只老鼠 哎呦 怎么变成这样子呢 今天其实大家一开始在讲说什么双音辩论 什么走山啊 然后主席见面的话飞机又掉下来 其实都不是 是总统说谎他才会造成这种结果嘛 因为今天马英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国民党党团啊 说我只是主席啊 这个你们要去各国民党团来做决议啦 那这个不是拉倒吗 大家都知道说 哎 昨天江南乙瓦才刚见了马主席啊 马总统啊 不是吗 对不对 所有的决策啊 都是马总统一人所做的决策嘛 我今天坦白来讲喔 国民党的委员是真的是被利用 你知道吗 为什么被利用 这个都是违反常识的一种想法 大家记不记得 2016年我们的立委任期就到了喔 对 我们到了 我们所提的案是不是戒指不连续 戒指不连续就统统不算了啦 所以有关脚案 按照国民党的讲法 马主席的讲法 你2016年你才要做所谓的运转的公投 那是谁的提案 也不是马总统耶 也不是我们这一届的立法委员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的承诺 对啊 你现在的承诺有什么用 你现在的承诺有什么用 那更何况 国民党的这个蔡政委员 有提了一个公投案 他本来要提出来一个案叫做 要不要运转要公投 大家好像觉得好像有道理 假如要运转的话 你站不站成的话 那好像出来投票的人比较少的话 这个面图会被補绝 那意思是何事不会运转 大家不要被蔡政委骗了 因为蔡政委专门在打假球啊 他不是打红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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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啊 他这个核四公投案 他说要拿到 可不可以运转完 这个的一个公投案 这根本是打假球 他不是打红球啊 他说他是打红球 现在如果说 这个核四公投打红球 那打的是哪个红球 中东有的红球吗 为什么民进党 我讲 为什么民进党觉得说 这个题目很重要 因为按照公投法的规定 在33条里面的一个规定 我念给各位听 有关公共设施之重大政策 覆绝 精心否决者 自投票 结果公告之日起 设施完公共启动后八年 不得重复提出 意思是什么 这个是覆绝 那你按照公投法的一个规定 现在你鸟龙公投的一个规定 要不要运转 你可不可以这样列 按照公投法不行 你只能列说不能运转 你只能按照 这种鸟龙公投的规定是这样 那你不能运转 到时候按照公共投法的规定的时候 再去投 是不是这个案子 公投又被否决 又被否决 然后又运转 然后又运转 可是又开始运转 又开始走 所以马总统在记上这个东西 所以没有错 那这个马哪里 所以这个太兼诈了吧 所以第一个 不是马总统可以决定的事情 他说他要承诺说 2016年以后他要公投 这个不是骗成 谁是没有 欸 我在这里跟你带上 后面就要公投你去 那马总统的 这不是骗子是什么 马总统的这一招太兼诈了 会不会太兼诈 大家都欢迎了 欸 你相信 马政府让步合适不完了吗 不 我们其实今天早上 全国费合平台 几十个环保团体 教育团体 还有劳工团体 很多各种团体 其实就是在 戳破这个 马总统的骗局嘛 哦 我们早上就在群学楼 已经开了记者会 我们昨天晚上收到 那个国民党团的决议 我们就知道这是片 加上政治上的算计嘛 我们立即就发了新闻稿了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戳破了 对 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说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林英雄先生 就是当务之急 当务之急 当务之急 所以要想想办法 那我们其实 从头到尾其实想过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说 国民党的立委 至少要有十一个到十二个叛变 不要再听马英九的话 我不要做叛叛 去学归正 对啦 改学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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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听马英九的话 你们只要能够 在地法院提案 然后呢 宣布 就是这个 提出一个 合适庭建的决议 然后呢 行政院就买单 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嘛 那第二个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真的再退一步 大家 全国人民承认这是争议 好 那就是公投嘛 可是公投要先修公投法嘛 啊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民党今天已经提了那个 合适公投特别条例 那也是一个方法嘛 所以眼前看起来只有这几个途径 林英雄先生也指出了这几个途径嘛 才有救 才有解套的可能啊 他刚刚讲的那些 国民党讲的那些 全部都是政治算计 全部都在骗人民嘛 所以 那个行不通 所以现在其实就是 要大家一起来想方法 就这几个 我刚刚提到这几个 几件事来表态啦 国民党立委到底对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么 由立法院直接提案 宣布就合适停建 就提案一决 我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语音投票专线 那我们手机直播是551254 大家多打手机 因为打手机 搞不好会更便宜 另外020452298 这是室内电话 手机的线路更多 更容易打得通 请大家打电话来 表达你的意见 那您认为 马苏惠 谁的表现胜出呢 是马英九表现比较好 还是苏正张表现比较好 还是你没有意见 打电话进来表达你的意见 要告诉大家 马总统正在看 要看看你们的意志坚不坚强 包括明天等等这些 如果小猫两三支 马总统不会甩你的啦 50万人都不甩你的 25万人都不甩你啦 如果你要小猫两三支 他会甩你吗 不过明明的意志 就要靠这个 来展现出来 不过在这里 马总统总常常在讲程序正义 你看公投法现在就是二二嘛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嘛 这不能改嘛 这都是程序正义嘛 这当时是四党共同通过的嘛 齁 讲的 然后他就说 他已经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啦 立法院他管不到的啦 立法院可以自主啦 所以马英九老是讲程序正义 苏正张立即回答他说 你还想换掉立法院长呢 诶 米凤 打得好啊 打得好 我会打得好啊 你程序正义都不顾 都不顾你怎么换掉立法院长 马总统是最守法的 拜托 今天这个一出来之后 网友上面很多反应啊 就是这个鬼打架之外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也叫做什么 焦来亚伯大战十三宜 焦来亚伯大战十三宜 那是不是我们三立的呢 对 他就说就是好像是 是一出戏一样嘛 所以我们就想说做了一个 总统根本没有要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嘛 比如说你 现在民进党提出来的 你工作法不要动 我们可以同意嘛 因为工作法其实是很多啊 什么主权问题 然后中共美国又到这一件 OK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又有很多人讲说 你关于主权之外的什么 政治的议题 你的门口还要下降嘛 包括朱立伦什么 这些人都讲 那你问什么 你总统 总统今天还帮立法院解释 这个程序委员会 什么 我们不能够禁服二组 免得禁服二组以后呢 又发生什么 结果翻 那一次就说 禁服二组以后 又发生张庆宗的事情 我天啊 我总统真的是 举止比苹果吗 还是比什么 张庆宗那是明明是违法的 然后现在不能说 现在把那个违法的30秒 比如说说 你这个什么 可能是特别的条例 不能够禁服二组 否则会发生什么 对张庆宗那种事情吗 这个可能是 光头条例是 可以拒绝 可以具体解决现在的问题 而且是快速 可以挽救 李毅雄生命的方法吗 而且他合理吗 而且他合情合理合法吗 为什么不能够解决 我觉得 我觉得总统 我觉得今天做的事情 完全都是在推责任 完全都是不用工 而是 和是这个特别条例 你门槛 你不同意民进党 完全没有门槛的 那你可以 你门槛多少 很多国民党立委 都说 可以谈啊 不一定要 完全像民进党的版本 说完全没有门槛嘛 朱立如有说可以谈啊 对啊 那你就把六次的公投 从45 45 26 35 35 多少 你六次处理平均 平均数算不算一个准啊 也可以啊 环保团队也说 三成的他们可以接受啊 你为什么不行呢 而且 林毅雄也说了 他没有说 不要有门槛 他也没有同意 他也不是说 完全不要有门槛 他的门槛是说 你100人投票 至少有25个人同意才过 不是说 不是说 这个什么 多数就过 不是说 24 23就过 他是说至少要有四分之一啊 他自己也认为 各个四次公投可以有门槛嘛 所以说你明明就有很多楼梯可以下 门槛的东西都是可以商量的 为什么你总统就要摇死那个鸟龙公投 然后鸟龙公投 你又不能说正面表面表列的议题 我觉得很奇怪 我是觉得说 马总统很奇怪 他说 这公投法 是民进党 国民党 共同审议出来的 我们要面对历史 所以这个不能改 奇怪 那蒋中正跟蒋经国说 反共大陆 你现在为什么不反共呢 那也不能改啊 现在 加碼席会 还反共大陆 喔 既然 既然如果说 要面对历史不能改 反共大陆也不能改 他为什么要改呢 现在为什么他不反共大陆了呢 大声喊出来啊 然后我们开始在建建制军队 60万大军再出来啊 反共大陆啊 他为什么要改 奇怪 他想要的东西 他就可以改 他不想要的东西 就不能改 不过 这里有一个新闻 要给大家看 林毅雄倒下 革命的号角就会响起 台湾教授协会 这都是教授喔 都是博士喔 今天上午10点 在台北市青岛东路 3号举办 林毅雄倒下 革命的号角就会响起 台湾人站出来 这个已经 很愤怒了 看这些教授相当愤怒耶 学生 林毅雄 不是像学生这样去占立法院 也没有公信行政院 没有啊 他就在异光教会一个角落里面 他就在那边绝食喔 用这样的方法来执行他的功名不服从 用他的生命当成本在那边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马政府 今天还是 马总总今天早上这个张牙五爪的样子 觉得说没问题 我控制国会 我要怎样弄都可以 连媒体都可以给我骗耶 许子 我觉得雷雷教授讲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最后让大家觉得体制那些都走不通喔 你 这 这些教授指的是体制外的革命吗 书贞昌去见你 不会吧 书贞昌跑去见你 跟你讲说 那这个案子可不可以 马总总要嘛你就就这个案子来谈说 你觉得你有什么意见 你觉得可以怎么修 许子那都还有点进展 嗯 媒体也不会说你鬼打墙 嗯 你来就是要修理他 就是要跟他辩论 我意思说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台湾的民主体制是走到这里 34年前的灵灾雪案没办法破 34年后林医生还要这样 你觉得这些教授心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看一下到底谁在打公投 公投的门槛应不应该降低 到底谁在打公投 来我们看看相关的新闻报导 那个资料 那个资料 那个副市长 175 175 175 最近过第四天 民进党立委陈欧破 体力不知突然倒下 救护人员紧急测量血糖 血压 大夫人焦急的蹲在一旁 紧握陈欧破的手 默默掉泪 血压太高 然后血糖太低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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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半个小时还进去浴桃 办公室主任解释 半小时前 陈欧破坚持在国师论坛 高举情境核四 保平安告示 受直挺挺 拒绝了两分多钟 又亲自送陈欧书给姜葵 步履阑山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今天 已经 到这种程度 国民党还在骗 还骗整个社会大众 简直吼吹对杖 马总统 已经差不多要离开总统府了 骗人啦 根本就要离开兵修死吧 眼看战友送进医院 二十多位民进党立委 穿着白衣在一场内默默静坐 加强抗议力道 坚持要将核四公投特别条例 禁服二读 下修公投门槛 否则阻挡用会 不过国民党党团也寄出加打动 坚守防线 蓝绿核四公防战 持续上演 三绿新闻全员比黄树挺 台北最后报道 所以我们其实要看 从这一段要告诉大家说 是谁在打 陈欧柏跟着林毅雄 那么他也禁止 可是现在送到医院去急救了 要给大家看看 林毅雄家灭门血案 他们一家显成翻版 文中作者表示 他的父母当时 因为追随于林毅雄的信念 被国民党政府视为叛乱分子 当时家中常常常常招窃 小偷还曾一个礼拜登门三次 报警始终没有效 但是小偷吗 可能不是小偷了 而政府高层在林家血案发生后 还带着照片上门给他们看 作者形容 母亲告诉我 那是他活到这把岁数看过 最残忍血性的照片 多可怕 所以呢 当我们在看到这整个的历史 这是林毅雄雄当时 他们全家和乐融融的照片 两个双胞胎 现在34年前被杀了 他妈妈被杀了 所以看到这里 齐曼 这个林家的灭门血案 马总统不知道吗 不然为什么提到林毅雄 禁止这个事情 马总统他就不回答了 他都不知道吗 还是他根本就无动于衷 甚至林家发生灭门血案的时候 马总统那时候 对美丽岛事件来 大家 哎 大家讨伐 再来写一些文章来骂 这个时候搞不好 马总统他们都是 所谓的精神帮凶 是不是这样子啊 嗯 那时候马总统在波士顿通讯 在流化的时候 每天都在寻文章 寻文章罵 美丽岛事件 罵林毅雄 他们的 还有做国民党的职业学生 专门在刺探 这些 反对运动的人 一些情知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一个事实 所以林家学案发生的时候 马云雄搞不好 他在美国波士顿搞不好他心里 不 不要说无动于衷 他搞不好心里还认为说 嗯 嗯 就是这样喔 会不会这样想 我不晓得 其实大家看林宅学案 我们的节目都会邀请 田舅景跟田妈妈两位 当时那两个双方的孩子 摔到什么 那大桌子摔到 有的圈子摔下去 摔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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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很多人 看到 田舅景天委员跟田妈妈两位 在讲 描述这个林宅学案的这些惨状 我想大家都 即使经过了20年30年 大家听到那一幕 都还是会掉眼泪 但是你对照今天马总统那种讲法 对林毅雄先生的一个生命 根本都毫不在乎 他也不会觉得说 林毅先生到底是怎么样 国民党还有人说 就让他决心下去 所以你看出来 国民党整个 包括从党主席 到行政院院长 到很多国民党的这些 主战派的这些 鹰派的这些人 他们对于林宅学案的看法 就是这样 对生命都毫不尊重的情况 是这样 你说他会去尊重生命 说是否安全不安全 鬼台还相信他们讲的话 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还是要觉得 我还是讲 刚刚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環保人士 都讲得很清楚了 李先生 我们都已经把所有解决的方案 都讲好了 对 最好都被我总统 你总统你做一个决定嘛 该是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不是像斗鸡一样 看到苏貞昌 见面的时候 把过去的这些旧账都拿出来 你今天公投修法 这个有什么好增值的呢 民进党当时 为什么最佳预算是 当然是国民党在立法案 做成决议 所以要求一定要新建的时候 这种你迫于无奈 才要继续新建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 核四已经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时候 我觉得坦白讲解决核四的争议 其实现在很简单 就马中龙把他封存起来就好了 把马中龙封存起来 你让行政院立法案去解决 可是马中龙他早上说 我从来没有说要封存 他全部所有的决策 他不能封存就是要运转 他意思是这样子 把马中龙封存起来嘛 你都把马中龙封存起来嘛 他不要做决策嘛 他就把所有的权力交给官党 我一直在想马中龙那句话 是要封存核电厂 不然怎么会说 现在院长去见了马中龙封存起来嘛 今天找到马中龙多高兴啦 斗志 哇 这个马中龙活起来啦 斗得这么高兴 变得这么好 你觉得马中龙会封存起来 马中龙现在高兴得不得了 意思说封人不必要封核电厂 那当然啊 所有台湾的问题不是都解决了吗 不过要给大家看今天的联合晚报 大家再看看头版 头版 对不起 这个是三版 头版是Apachi掉下来的画面 马苏会封变 马苏会封变 折战将近90分钟 大家看 大家记得这一幕 苏贞江苏说明天早上我再来看你 我再来问 马一九很错愕 最后呢回答说你不用再跑一趟 你不用来啊 一场会谈只见 互责互推 而去呢 苏搬出林立兄兄牌 马一九不敢回答 无尊力代打插话 立委看看马苏会的转播 每一个人都在摇头 这立委指的是 有蓝军有绿军 是你吗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今天在曹理学上说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在摇头 大家都在看啊 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两位 不知道这两位 郭东兄有摇头吗 旭委员是脸头还是摇头 旭委员是称赞的啊 变好变好 马总统表现很好的 他其实他又讲出他真心话 没有完全称赞 无语 无语 无语喔 他也没有完全称赞 我们这个要帮郭东兄讲一个实在话 他并没有完全称赞 他只是说 如果以辩论技巧似乎不错 但是啊内容啊实在是 跟这个无语 那个不是一个编论的场合 对啊 所以你 其实你还是在打脸嘛 对不对 没有啦 你这样子讲 应该是在打脸没错 还是在打蛮久的人 应该有啦 学生说我只一个 如果所有的立委都不满意 两个领导者见面 我觉得立委好好谈啊 现在的情况是你对领导者不满意 大家都觉得他应该封存起来 可是他现在是带着往前冲欸 我还是要再讲 今天已经闹了一个早上 林英雄雄是一点解决 一点进展都没有 我要告诉大家啦 不要把马英九看得那么暖啦 马英九很硬的 记不记得马书会的时候 书在这样说 你不要一直用公司家的钱去做宣传嘛 你不要弄文宣嘛 我告诉你 来了 许盛雄说 如果会合适啊 招商会少 高物价会跟着来 你看 还好 许盛雄那285万说 要替学生出立法院的那些修缮费 因为学生没有接受 你看 现在这些企业家 欸 开始 停满一久 会过来的 还有 还会再发动很多 大家等着看看 不过 不管你发动什么 林英雄呢 现在近时要怎么处理呢 要问大家 还有明天 426 会不会包围总统府 明天426说 无限期的 要占领总统府 要占领不是总统府 占领凯达格兰大道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再占领 一定会把你扛走 他们说扛走会再回来 再扛走再回来 那要看人民的意志 还是马英九 正报部队的意志 比较强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